近日,新汉灿烂发布了片场花絮,画面中,吴磊和赵露丝正在拍摄一场吻戏,导演也在一旁亲自指导,面对吻戏,导演手无阻导亲自催进度,直言抱住直接亲,然后赵露丝和吴磊一抱上就直接亲吻在一起,没一会儿赵露丝便害羞地闪躲,吴磊见状拿出霸总的气势来,又凑上前去稳住赵露丝,还双臂紧紧捆住他,赵露丝笑得脸上还露出酒窝, 简直甜粉超标,为了缓解拍吻戏时害羞情绪,赵露丝便伸出手在吴磊身旁挥动,吴磊笑着抓起他的手,假装准备与他一起跳华尔兹,赵露丝被抓得亮枪了几步,吴磊被他可爱到全程眼睛一直盯着,两个人的笑容就没消失过,场面既可爱又融洽,除了吻戏花絮还有一组公主抱的花絮,吴磊一把将赵露丝抱住,转身站立,眼神坚毅 动作潇洒利落,男友力爆棚,再加上漫天的飞雪,仓皇奔走的人群,真的是氛围感满满,当赵露丝自然而然地帮吴磊拿走脸上的雪花时,也是糖分爆表啊,两人互相对视着甜甜一笑,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磕上头的,而吴磊看到赵露丝的拽捷动作后,吴磊地摇摇头宠溺一笑,这眼神这笑容真的是太俗了, 据悉,《新汉灿烂》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《新汉灿烂》,信甚至哉,主要讲述了赵露丝饰演的因战乱而成为留守儿童的承哨商,为了活命而掩盖自身锋芒,后与吴磊饰演的灵不宜相识,在各种各样的经历中逐渐成长,收获了亲情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, 两人携手共同化解危机,走向幸福的故事,赵露丝饰演的承哨商也很大感,看似是楚楚可怜弱不禁风的小白花,但实际上却伶雅丽齿,机敏聪慧,从小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长大,真的让人忍不住心疼,赵露丝这次的造型也不同于他之前的古装风格,让人眼前一亮,真的很期待了,吴磊饰演的灵不宜,也被网友们称为是从小说中走出来的少年将军, 目光如炬,眼神伶俐,在风雪中侧目凝视,帅气十足,一个是灵动少女,从小缺爱,心思活络,叛逆果敢,一个是少年将军,骁勇善善,内心孤独,万年冰山,两人互相弥补,彼此就熟满满的CP感,让人期待,值得一提的是,吴磊和赵露丝并非首次合作,早在《长歌行》中,两人就有不少对手戏,只不过那时并不是关定CP,这次两人饰演的灵不宜和承哨商, 却是天作之合,据悉,在《新汉灿烂》中的许多戏份,导演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,其中有一场挨打戏份,导演之言必须得真打,这样才能看到演员脖子上的青筋冒出,这样观众才不会觉得出戏, 华序中,乌磊身穿白色单衣,俯身躺在木板上,发丝凌乱双拳紧握,似乎是在受刑,而一边的赵露丝发型简单朴素,身穿白色成裙正在推开用型的士兵,看来这部剧会有点小虐了, 还有一场闹矛盾戏份,赵露丝与乌磊一同蹲坐在地上,前者抱住自己,看起来极其没有安全感, 后者将手撑在后边的石板上,用整个臂弯还住前者,在后续的拍摄中可能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, 赵露丝捂住耳朵别过身去,不想面对乌磊,而乌磊也不着急,就这样温柔看着眼前的人, 但哄妻还是要做的,在经过了一番对话后,乌磊还是将赵露丝搬过来,面对自己,冲着媳妇甜甜一笑。 采访中,赵露丝被记者提问,两人第一天拍的是什么戏,或许是因为拍的时间相隔太长, 赵露丝想了半天也没说出来,反观坐在一边的乌磊,不仅一直温柔地望着他, 还在对方发来眼神求助时主动救场,前段时间,赵露丝和杨阳主演的解释天下热播, 大结局,风兰西和白风兮,历经千难万苦,终于修成正果, 一个雍州世子,一个青州女帝,势均力敌的爱情真的太好磕了, 当然最扬眼的还是两人的洞房吻,风兰西将西云暴入洞房, 许下只愿与她同罪的誓言,之后的亲吻更是显得缠绵翡测,又俗有欲, 撩拨了不少少女心,除此之外还有高甜的售后直播, 视频中,主持人本来出题让他们护画对方角色, 没想到,杨阳莫名画了一只愤怒的小鸟, 她展示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明所以,只有赵露丝瞬间反应了过来, 杨阳没有选择画角色,而是画了赵露丝本人, 意识到这一点的赵露丝又羞又怒,嘴里一直念念叨叨,表情也很不自然, 更微妙的是杨阳的反应,被赵露丝骂了之后她丝毫不见尴尬, 甚至还反过来埋怨赵露丝,你不知道我要画愤怒的小鸟啊。 随后杨阳说着又展示了一张自己画的包子, 此时赵露丝已经破罐破摔,要求杨阳好好解释一下, 那个语气那个神态,网友表示,赵露丝这是不带藏的了呀, 听到赵露丝让他好好解释一下,他立马就说, 我想到你特别能吃嘛,大幕居此时已经笑翻了, 都说了让你画赵露丝的角色,你怎么满心满眼都是赵露丝本人呢? 其实这个环节赵露丝的话也有点小心机, 他嘴上强调着要画角色,可最后到底还是画了一只尾巴是爱心形状的小羊, 路透中杨阳穿着一袭黑衣,赵露丝则是穿着战甲, 从照片中就可以看见这场戏是在草地旁边拍的, 众所周知,大夏天这种地方的蚊虫是最多的了, 但是杨阳却很细心,随身带了一瓶花露水, 自己都还没有喷,就超级贴心地帮赵露丝喷上了, 原本赵露丝是在跟一旁的工作人员聊天交谈的, 可能是穿得比较多的原因,所以也没有感觉到蚊虫的叮咬, 杨阳喷了好几下之后,赵露丝才发现了他的这个举动, 然后将脸转了过去,嘴角微微上扬,冲着杨阳甜笑, 从很多花絮来看,杨阳也是非常轻松的, 就把赵露丝一把抱起,真不愧是饰演过冰王的男人, 不过杨阳也有翻车的时候, 剧中有一个片段是赵露丝睡着了,杨阳需要温柔地把他抱回房间里, 不知道是这个姿势不方便抱还是怎么的, 拍摄过程中杨阳紧紧扣住他的腿,用力过猛往上一抱, 赵露丝的腿都要翘到天上去了,之后回房间的路上, 杨阳又被小台阶绊了一下,一个不稳踉跌了好几步, 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, 连抱在怀里的赵露丝也没抓好, 从身上逐渐滑到了地上, 但杨阳还抱着他的上半身, 这姿势简直不要他好笑, 整得杨阳赶紧解释,是那个姿势不容易抱, 试了好几次之后,最后一把试抱直接成功, 由于剧中,杨阳和赵露丝的化学反应相当强烈, 据外也被猜疑两人是否真的因喜生情, 网友发现,赵露丝和杨阳有意无意地平凡身穿同款衣物, 赵露丝之前在片场穿过的休闲T恤, 杨阳也有过同款, 而且明显看出, 赵露丝身穿的这件上衣明显要比身材大上几号, 看上去更像是男款衣物, 更为实锤的是, 两人还曾佩戴情侣戒指出镜, 起初就有眼尖的粉丝发现, 赵露丝手中的戒指与杨阳佩戴的类似同款, 经过考证后确定, 两人戴的的确是情侣款, 男款与女款仅仅是细节上略有出入, 女款有钻而男款没有,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持有相反的看法, 熟悉赵露丝的朋友都知道赵露丝性格直爽, 几乎每部剧都能与合作伙伴打成一片, 为此也是每拍一部剧便会多出一个绯闻男友, 事实上, 赵露丝男方大多只是十大师的兄弟情谊, 彼此之间玩脑与斗趣, 也仅仅是朋友之间的正常互动, 在采访中被问到是如何一步步提升与杨阳之间默契的, 结果赵露丝表示, 自己和杨阳之间毫无默契, 直到电视剧拍完两个人也一点默契也没有, 经常在对视的时候找不到对方的眼神, 不过网友们却都在评论区发文表示, 盆滑露水互为包子, 遮太阳等等互动, 分明就是在撒糖嘛, 所以不是毫无默契, 而是因为害羞或者是太熟悉了, 大家觉得赵露丝和谁最有CP感呢?